一天钱钱钱钱钱只知道钱完全迷失了本心 和盆景艺术越走越远 有人对我这样说 点个赞我给你捋一捋 玩盆景要不要在乎钱 事实上越好的盆景越贵 越贵的盆景越讲究花盆和挤甲的搭配 抛开物质部分 就算自己种苗做成盆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当时大家都认 说回物质 正经的盆景餐展 都要求配好挤甲取好名字 并且缴纳仓赛费 从头到尾都是要花钱的 而且你再有艺术天分花钱少了 买不到好装好盆好几家 如果达不到风衣足时 就不要玩盆景 很费时间 应该努力工作 努力学习 先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再来照顾盆景 这些不算什么 想玩好盆景费钱的还在后面 盆景的通风光照需要室外条件 在城市里的高端玩家 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或者院子 北方的朋友还需要一个阳光房 这笔费用根据当地房价去算 即使只有一个阳台 花盆肥料工具和土也是一笔费用 漂亮的盆景总得有地方展示吧 一个几架茶桌或者玄关 还要加上基本的灯光照明装饰 这些都证明玩盆景对经济能力是有要求的 如果只是以众活为目标 那就是绿化 玩盆景还会上瘾 有能力的朋友建议你玩少玩精 加强日常养护和修剪的能力 免得有人叫你土豪 能力暂时薄弱的朋友 从少量入门装玩起 因为你还需要努力赚钱 玩盆景起步很低 但是尚不奉顶 量力而行 追求少而精 众得太多的朋友已经在留言区打666了 多去听听他们走的弯路吧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